记者庄佩仪综合报道 淫魔制片哈维温斯坦点燃好莱坞进丑闻炸弹后 让不少受害女性 女性勇敢站出 既演员工会宣布本届颁奖嘉宾全由女性担任后 每一枚历史翠普、杰西卡、却斯坦和爱马史东等女性也将在金球红毯一致着黑礼服以示抗议 但被哈维性侵受害人质疑女性罗斯麦高文却很不屑 在推特发文怒哄 罗斯麦高文批金球奖穿黑礼服抗议很虚伪 翻设字Vanity Fair 罗斯写道 那些像没历史翠普的女性曾高兴得替那丑恶的猪 指哈维工作 现在要在金球奖穿黑礼服还沉默抗议 但你们的沉默才是问题的所在 我鄙视你们的虚伪 称他们病息 接受一个虚假的奖项 对现状不会有任何改变 更呛他们干脆都穿哈维前妻乔治那查普曼的时装品牌 梅宜和曾哈维合作过电影《八月新风暴》和《甜娘子》 坚固柔情 更凭《甜娘子》 骗在夺一座小惊人 当时她大赞哈维 还称她为神 不料十月性丑闻爆发 梅宜除浅则外 更称不知哈维为人和作为 让罗斯大骂 没历史翠普 你真是满口谎言 你真是满口谎言